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知道 太大了 没法证 这是我们的心绪 这刚才的骨骑 都在藏锅里 这你非兽 这损失 这损失无法估计 老许就查验 能救多少 救多少 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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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尹娘 放开我 尹娘 尹娘的查验 尹娘 不能去 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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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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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火了 空房着火了 全都烧光了 少爷跟少奶奶都赶过去了 子命中的恶诏 真的灵验了 我 我 我对不起父家 我对不起父家的列祖列祖 老天爷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 怎么了 办妥了吗 办妥了 来 喝杯酒 好好庆盒 庆盒 喝一杯 喝一杯 庆盒我们即将成为有钱人 怎么了 老婆 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好吗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无毒不丈夫 你怎么三两声就心软了 别让我看不清你了 喝 喝了就不抖了 快 来 莱莱 再喝一杯 莱莱 快快快 多喝一点 来 再来一杯 滚 给我滚出去 你这个丧门星 谁让你进来 给我滚出去 娘 我 娘 你别急 这件事跟云娘没关系 你别自备她 谁说没关系 谁不知道 她是个受了诅咒的人 害死了她亲娘 害残了沈家 现在又来害我们父家 要把我们害到什么程度 你才满意呀 我 你滚滚 你滚滚出去 我不要再看到你 滚 滚 滚 娘 你别这样 我跟云娘是夫妻 夫妻联系 你责备她就是责备我 有什么问题 我还承担 我还解决 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程度啊你 娘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我真的是杀心 难道 真的是我害了大家吗 娘 你告诉我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害了傅家 不是我 他们就把钱 皇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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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苦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我向你们傅家订的茶也怎么办 对啊 你得给个说法 我要推定 而且 你得赔偿我延误出货的损失 对 赔偿我们损失 对 赔偿我们损失 皇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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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板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该赔偿的 我们一定赔偿 负计茶行一定负起责任来 你说的可倒好 你什么都好轻巧 货都被烧钢了 你拿什么赔我们拿 就是啊 拿什么赔我办 对对 就是你怎么赔啊 各位老板 你们听我说 不 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我们大家合作这么多年 我恳请各位老板 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拜托各位 我拜托各位了 这 这 这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也不想逼你 可是我们真的没别的办法 我也要倾家荡产哪 谁让你们讨了一个 八字不合的女人做老婆 你看 上次这个茶被结了 这次又被烧了 你说我们这些茶商跟着倒霉呀 我们是无辜的呀 都怪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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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无辜的 还钱 冷静一点大家 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 大家冷静一点 各位 各位各位 各位 请听我老太太说一句行不行 我知道各位的难处 我以富济茶庄做保证 我一定还钱给你们 如果不够 卖田卖地 我也会还清你们 这样总行了吧 这老夫人 怎么说 您也别怪我们 这最近沈家的货 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要拿不到您老这钱呢 到时候怕货被人抢光了 这 今天老夫人既然这么说了 那 那我们心里也踏实了 这样啊 各位 那 那咱们回去吧 给老夫人个面子啊 先走 好好好 慢走慢走 沈家茶叶 难道又是哥 老夫人 少爷 这 来 周转机 老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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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齐兵老夫人 顾管家她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出现 对 她的邻居还说 顾管家出远门去了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这 这什么意思啊 顾管家她 多年来 深受老夫人的信赖 小的也不敢胡乱猜疑 只是在昨晚失货前 我睡不着 想去仓库点货来着 可是遇上了顾管家 他去仓库干什么 小的也觉得奇怪 可是顾管家 不让我进仓库 我也不敢多问 可是没想到今天就 发生了这种事 你们认为 是顾管家放火烧了仓库 卷管前头 好 这个我们不敢肯定 但是最近外面闲言闲语 特别多 说顾管家跟沈家洋行的少爷 走了特别的近 而且沈家还闲鱼翻身 发了大财 沈万圣 你们沈家茶叶真不错 下次还会来再买 大家都这么说呢 王后还请您多关照 好 那一定请您多关照 一定一定一定 谢谢啊 在下告辞了 慢走 来 那边 那边看 嫂嫂 哥 妹子 您怎么来了 听说傅家失火 问题还挺严重的 你不在家帮忙 你跑这来行吗 哥 我就是来问你 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你小胆事 我这还有客人哪 妹子 你这么怀疑你哥就不对了 你瞧 咱们沈家生意这么好 他哪有这个闲工夫管这事啊 就是啊 你说的是真的 妹子 哥敢冲天发誓 绝对是真的 你做什么呀 非常惊喜 你骗我 我 你哥哪有骗你 这可是咱们沈家 新开发的茶叶呀 嫂嫂 你可能不清楚 但是我哥她心里明白 从小我鼻子最灵敏 这茶 有着傅家特制茶的香味 是外人模仿不出来的 云娘 看在过去你帮过外甥的份上 我还叫你一声妹子 可是你也别得寸进尺啊 在这破坏咱们沈家的名声 做什么 破坏沈家的名声 不是吧 我破坏的不是沈家的名声 我破坏的是傅家的名声 哥 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你说只要把债还清 你就不会再利用傅家的商标 你还答应我说 只要让你重振沈济养好 你就再也不会利用傅家的名声 你 你这也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的人应该是我吧 娘 沈云娘 沈万圣 你们兄弟 真是把我们傅家害惨了 娘 请你听我解释 不要叫我娘 我没有你这个媳妇 傅老夫人哪 这云娘嫁到你们家 就是你们傅家的人哪 您应该好好地管教管教您的媳妇 别老在我们娘家撒野 还重伤她哥呢 就是啊 你们自己家的事啊 回自己家解决 在我这瞎嚷嚷什么呀 真是视别三日刮目相看 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 否则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我们沈家 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呢 实话实说 你们刚才说偷换商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娘 文婿 对不起 其实我哥 他一直假借外孝的生意 调包了傅家的上等茶叶 将便宜的茶卖给外国人 以赚取暴利 玉娘 难道您早就知道 你还纵容他们干这种事 演呐再演呐 戏演得还真好呢 玉娘啊 枉费我们兄嫂对你这么地相信 你居然联合着傅家 来对付咱们沈家呀 你说什么 事实摆在眼前 不就是你跟傅家一起串通好 这一大一唱的来陷害我们沈家吗 傅老夫人 你们茶行失火 我也真心地替您难过 但是您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找茬 这也太失厚道了吧 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老夫人 这大伙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 这说话可得有证据啊 总不能空口无凭吧 咱们身衣可忙了 没时间跟你瞎好 万生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没错 你要证据是吗 是万生 我听说你最近跟顾管家走得很近 仓库失火之后 顾管家就下落不明 他把我们茶行里面的现金 都卷跑了 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吧 我 我 好 等我们找到顾管家 你要真下是吧 真下就会水落石出 咱们他半生又不是半仙 他哪会知道啊 是你们自己的员工坚守自盗了 还来找我们要的 哼 我们身衣可忙得很 没时间跟你们下号 狗子 大牛 赶紧把他们起来走 是 走走走走 你找它 让它 bible 我认识他 昨晚就是他鬼鬼戏训组 出去在咱们家穿裤 那火一定就是他放的 对 火就是你们放的 谁 我是你们发动 好 十万生 我们顾家待你不接 你们怎么可以干出这种事 师妹太狠了 你们空口无凭 无凭无拘的 这我可得告你们的 如果您真有证据 得过证据是大牛放的祸 你们尽管抓走 跟我们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耍无赖 告诉你们 今时不同往日 别看我们沈家好欺负 以为可以讨到什么便宜 休想 万生 咱们到后头忙活去 你们 你们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偷偷拿钱给沈万生 沈万生偷换商标的事情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 你 难道说 孩子流产的事也和这件事情有关 娘 我罪该万死 原来你所有的事情都知情 只是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你是想气死我这个老太婆呀 老夫人 娘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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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要紧 可否休息吧 老夫人 老天爷呀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夫人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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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现在一切都兑现了吧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啊 王夫人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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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你都知道了 我以为它只是个意外 我以为它只是赶在一起 我以为我会是你的依靠 但你怎么对待我呢 你就这么回报我 我好几次都想告诉你 可我哥他说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他还说 要是没有签还债 他就要拿我们家的祖产去抵押 甚至他还拿我爹的性命来要挟我 我真的没有路可走了 温絮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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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我怎么相信你 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温絮 别碰我 别碰我 我以为我可以保护你 我可以替你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这么相信你 但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你早就知道沈万圣 通缉莫苟的事 你也知道傅家的声音被践踏 但你做了什么 你选择隐瞒 如果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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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向我坦白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现在 一切都太迟 我们曾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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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善罔 但没想到 我们的誓言是这么的脆弱 与那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不相信你 我相信自己 相信开极 相信你 我对你太熟了 你听到我的歌曲 我替你看 但未来 我们尽一切能力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一起解决所有的困难 你相信我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太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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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什么脸面 去见我们佛家的列祖列祖 娘 发生这一连串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会负起责任来 想办法来弥补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的媳妇还能要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不起 玉娘 你怎么了 你嗅了我吧 我已经没有脸再待在傅家 我哥做了太多对不起傅家的事 害了你 也害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已经没有脸再待在这儿了 更没有脸再做你的妻子 你就签了这个修术 嗅掉我吧 不好 欠了她 娘 欠了她 立刻把沈亿娘赶出去 沈亿娘 想不到你还有四肢之名呢 你知道 你把我们傅家害得有多惨吗 我知道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 是 你不该 你不该购与闻屈 你不该传统你哥哥 把我们傅家害得这么惨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进我们傅家的门 你跟我来 走 娘 娘 娘 我把你爬了 来 来 这是女的选择拿着的呢 你看 你自己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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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边下找活干嘛 谢谢 这些人 都是我们家里头 干了十几年的 现在没有了工作 都要回家了 我们傅家 给你害到这不田地 你忍心吗你 谢谢 对不起 不信不信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会变成这样 文婿 我对不起你 娘 我更对不起你 我是傅家的罪人 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云娘 我知道你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温婿 你就修了我吧 我已经没有脸 再继续戴下来 这个行术 你就签了吧 云娘 走 修了她 签了修书 立刻叫她走 我一刻也不愿意看见她 对 你娘说得对 你赶快修了我 我是一个灾心 我会害了你 你快修了吧 快修了我吧 快修了我吧 虽然 虽然云娘做错事 也伤害了傅家 但她知道错了 我们应该给她机会让她悔改 我们是夫妻 是同林鸟 现在傅家永难 我们更不应该各自纷飞 你知不知道她是个祸害 继续留着她 我们家会出大乱子的 云娘不是祸害 她不是 好 你 你是承讯想气死我 你是我傅文婿的妻子 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我承诺过 要一辈子照顾你 文婿 谢谢你的了解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会做出 对不起傅家的事情 我一定会逼不得 你要相信我 好好待在傅家 我们一起努力 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相信 傅文婚还能够去的 谢谢 谢谢 爹 好 好 这 这 少奶奶 还是我来吧 不用母妈 我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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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了 你的手都受伤了 少奶奶 少奶奶 不做了 不做了啊 没关系胡妈 让我做 文婿 我一定会弥补 我自己所做的仪器 你 娘 这是我们姬倩的茶商的定金 加起来八钱打烊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还给他们 老夫人 少爷 解聘员工的事情 我俩已经办妥了 我们已经依照您的吩咐 只留下我们两个人了 帮忙处理茶行后续的一些事情 阿丽 阿凯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少爷 您和老夫人才辛苦 要不是那个煞星 我们傅家何至于此 你们也不必这么辛苦了 米昂 别说了 你们下去吧 是 娘 眼下唯一的办法 能还这些定金 就是卖一部分的茶园 买茶园 不行 茶园是傅家的价底 不能卖 娘 茶行里的现金 都让顾总管给卷跑了 所有的现金 也都给员工知情 卖茶园是唯一的办法 是唯一的办法的 好消息 好消息 老爷 好消息 这傅家要卖茶园了 傅家要卖茶园 是啊 傅家的人 现在正四处打听买家 然后他们说 要把一部分茶园出手换成现金呢 这个好 要是傅家的茶园落在咱们沈家手中 那以后咱们家不就变成茶王了吗 这笔单子买卖被沈家莫属 老夫人 这块茶园也只是一小部分 也不是你们家最好的那块 这价格嘛 是不是稍高了一点 曾老板 这傅家的茶山土质稳定 水源充沛 这每一块都是绝妙好地 这价格绝对合理 可是这 曾老板 你也是稀茶爱茶之人 我相信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傅家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会卖茶园的 既然您还有质疑 我想这事就算了 另找买主 您请便吧 我没说不买啊 成 这块地呀 我要了 我按你们的意思啊 就八千大洋吧 我出一万 卿家老夫人 见到您真高兴 气色不错嘛 是啊 前一段时间的意外 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我们正在谈生意 闲杂人等 请离开 是 别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嘛 我们啊也是好心来帮你们的 听说傅家卖茶园 咱们这个做亲去的 万生也是想为你们尽一份心力呀 是啊 这肥水不留外能田 与其卖给别人呢 还不如咱们自己人留着 是吧 谁跟你们自己人呢 卖州卖狗 也不卖给你们 滚 哎呦 怎么这么说话呢 曾先生 傅老太太拐着弯着骂你们呢 你 娘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深处住你 是啊 妹夫说得一点都没错 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这年纪大了 万一要是气坏了身子 这离棺材路可不远了 娘 父老夫人 看来你们有些误会 要不然我先走吧 好 曾老板 请坐 请如目 该离开的不是你们 是你们 是万圣 我们傅济茶行正在谈生意 不欢迎你们 请离开 都住一万 你们还不卖 不卖 不卖是吧 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你们会来求我的 滚 万圣 走了 走吧 要是能买下傅家茶园这块地 肯定就能研究出茶王的秘诀了 你 你们是谁呀 曾老爷 我们是谁 你管不着 好 听说你要买傅家茶园 不 我是要买傅家茶园 你们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今天给你来提个醒 听说这傅家茶园 风水不好 新买主 下场可都不好啊 你们这是威胁我 我 我不怕 不怕 爷爷 爷爷 小行 爷爷 小行 你们 爷爷 你们不放他我就叫人了 曾老爷 你看你孙子多可爱 我想你也不希望他受什么伤害了 你们放了他 你们放了他 爷爷 爷爷 小行 你没事吧 你们 曾老爷 您孙子能够安然地回来 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走 你 你是说曾老爷不买了 是啊 他突然收手 我也争取过其他买主 但都没有意愿收购咱们家茶园 现在买主只剩下沈万生了 我看这件事一定又是沈家夫妻搞的鬼 又是他们 他们到底要把我们傅家害到什么程度 娘 这次不能再让沈万生得逞 积欠茶商的款项 我再去找他们协商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 快去吧 好 唉 娘 你喝杯茶吧 你们沈家到底什么意思 先是吞了我们的茶叶 现在又想吞我们的茶园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我看见你就生气 滚 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 娘 您说吞茶园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别装傻了 你哥哥现在 不是就要病吞我们傅家吗 还要病吞我们傅家的茶园 还不准别人家收购我们的茶园 这摆明了 就是要我们傅家好看吗 你不知道吗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你既然不知道 你就回家问你哥哥 去解决这件事情 要是处理不好 你就不用回来了 滚 你看看这个雕刻 来来来 快快快 翻身 你看看这个 这可是上好的陈香木啊 真漂亮 不要 你这扫把星又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说 你们要吞了傅家茶园 还买通妻买主 叫他们不要收购傅茶园 是不是有这回事 你哥哥要买那个茶园是没错 但威胁这个事情 有谁能证明是他干的呀 没错 是 CuCuCu